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了 没事了啊 我问你 有其他的目的证能看到吗 雨芳 她 都摸你哪儿了 雨芳 我腿 这样 你去把她大姨拿来 好 一会儿你就跟她说我们已经保留了指纹 我们会报警告她性骚扰 除非她跟你道歉 可是不一定查得到指纹吧 我们又不是真的查了 就是吓吓她 让她招供 那算了 我 我不好意思 要不我先去跟机长汇报情况 看她怎么处理 别 别害警令 你千万别告诉她 真的不太好 亲爱的 没事了 做咱们这行这些都是难免的 有些时候你忍忍忍就过去了 你要是被骚扰了 你也忍忍就过去了 是吗 大家都是女孩子 你怎么能 乘务员就没有自己的人身权益嘛 而且你看她都哭成什么 什么样了 能没事吗 衣服 来 穿上 一会儿你就站在那儿 什么都不用说 什么都不用做 配合我就行 我来 刚才 我还想着给你们这空姐写封表扬信呢 白眼狼就是 是 这不是一个碰瓷吗 大过年呢 航班延误这么久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飞 这不就是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什么情况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你们这位空姐 路过的时候 幅度大了 撞了我的胳膊 我还没有找你们呢 你们还倒打一耙 反咬一口 我 我要投诉啊 抱歉啊先生 我们乘务员在服务过程中 不慎撞到你 这不在您的投诉范围之内 那我投诉他 服务态度不好 你这位人还需要什么态度 那您抓紧了 最好再报个警 等警察来了 我们就把物证上交 到时候就知道 谁是谁非了 厉害了吗 物证 什么物证 拿着我看看 我就不信 你们还能物中成友了 我们称务员的裙子 就是物证 上边留了您的指纹 我们已经收起来保管好了 一下飞机 我们就会去做司法鉴定 到时候你就等着被拘留吧 好 贼头 信害啊 先生 既然您这么清白 那我们就等警察来 走 走 抱紧玩一会儿 等着被拘留吧 你